好,我们准备上课 那么这个学期的话呢 将是由我跟大家来一起学习这个运输与运输管理啊 也就是我们课程上面是叫这个国际运输管理这门课程 那么在开始讲课之前的话 我首先做一个简短的这个事务介绍 我的话现在目前的第一身份是这个交大管理学院的这个博士生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我自己一直是在做这个 培训和这个咨询方面的这样一些工作 那么现在的话是在市的11家这个培训公司兼这个培训讲师 那么当然也是我们这个交大管理学院 交大这个网络学院的这个兼职的这个培训讲师 那么从我自己过去个人的一些经历来看的话呢 那么我也想跟大家一起稍微讲一下 因为毕竟可能我们的学员当中也有一些人可能会有 对我过去的一些经历可能会感兴趣 或者说那么今天从事的工作跟我过去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可以就这些问题也会进行一些交流 那我过去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话呢 就是工作过 那么实际上来讲也就是说有一些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一些背景 那么之后的话是在这个咨询公司做过 所以关于咨询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情况的话也是可以交流 那么现在的话呢因为在读书期间 所以我更多的经历除了学习之外的话呢 那么是花在这个培训方面 那么在我这个培训的这个课程当中的话呢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运输管理 物流管理 采购与工业管理 以及这个运营管理这方面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 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个学员当中的话 如果说你们对这样的一些课程比较感兴趣的话 那我们可以就交流 就这些课程进行交流 也不像于我们这门课程了 不像于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个运输管理这门课程 就是说我在这里所列出来的 我的研究方向的话 我们都是可以进行交流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交流当中的话 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共同的进步 那我们这个课程的话呢 就是时间安排是初步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总共这门课的话 要上15个礼拜 要上15次课 那么15次课的话呢 就是说原来是开始安排的是说 这个一周上一次课的 后来就是说把这个课程调成 一个礼拜上两次课 那么所以时间上面的话就会很紧 那么总共我们只上到第八周 那么课程就全部结束了 所以第九周 有可能第十周的时候 我们就会考试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这门课程 那么就要求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那么一边学习这门课程 一边可能就要赶紧进行复习了 因为时间相对来讲 要比整个拉开15周的话 可能要紧很多 所以这是这个时间方面的这样一个安排 那我们是每一个 每周的周一跟周五的晚上 那么我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这门课程的内容 除此之外的话呢 就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学习系统 以及我个人的这样一个 email地址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行这种交流 那么关于课程的这样一个安排的话呢 是内容上面的这样一个时间安排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 主要是通过一个引言 先引出我们这门课程 那么后面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一章大概花一次课的这样一个时间 其中 其中啊这个 第五章的话我们是花两次课 那么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也会有一次课 专门是给大家进行新墨的复习和答疑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说时间上面的话 我们其实也是安排的蛮紧的 所以这个当中的话呢 就要求我们的学员 那么不光你能够课堂上去听课 最后可能还需要及时的复习才能够真正 就是比较好的来掌握我们这门课程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引言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 有的人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我们要通过一个引言 书上并没有谈这个引言啊 但是的话我们说作为一门课程来讲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啊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门课 这门课程对于大家来讲又有什么意义 那么这门课程它又要求我们具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呢 那么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引言来回答大家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的引言的话呢 可能是主动是从物流这样一个开始的 大家可能 大家可能这个有很多人可能是在从事与物流相关的这样一些工作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说我们把运输 单独拿出来谈 那么运输工这个物流它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这些内容的话我们都会在引言引言 以及第一章的话让大家清楚 那么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以及各自的内容方面的话分别有什么样的相同的 有什么样的是这个不同的 好 那我们下面的话就开始先从今天的引言开始谈起 我们说啊这个我们不管这个各行各业 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企业来讲 我们都是要追求利润的 都是以追求利润质量化为我们的这个目标的 因为一个企业它的存在就必须依赖于它能够不断的有这个利润 才能够进行存在下去 除非你是一个非盈利的这样一个组织 那我们说今天的企业的话几乎都是这个要求要盈利的 那么那么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去想啊 当然我们在做的有点可能也会在考虑个问题 我也想创办一个企业 那么你不得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一个企业盈利它凭什么盈利 或者说靠什么去盈利 那么经济学家的话呢 他对于人类的贡献呢 他就是能够总结过去去预测未来 那么经济学家的话 他把企业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 那么从这个发展的角度来去看啊 就是说企业在不同阶段 它的盈利的点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看经济学家把这个企业盈利点 那么给我们做的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总结呢 那我们说经济学家是这样讲的 他说啊 企业在早期的时候 他是通过第一利润人员来追求利润的 那么什么叫第一利润人员呢 那第一利润人员 大家看这里啊 我们说企业销售部门提高销售额能够得到利润 这个呢 我们把这位叫第一利润人员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在这边 我们要把第一利润人员拿出来谈呢 这样来讲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个企业 他在早期的时候 在早期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竞争的压力是非常低的 而且 而且啊 很可能市场是出于一片空白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说一个企业 他根本牵制不到竞争的这样一个存在 他需要考虑的 仅仅是我怎么样能够扩大我的这样的市场占有率 我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买我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的话呢 在这个阶段 一个企业 他不需要考虑成本的问题 也不需要考虑卖得出去卖不出去的问题 那么大家如果觉得 不要找到一个模板的话 那我可以建议大家去想 中国在改革开放 在解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间当中 很多的企业 他们是 他们只要管生产就可以了 是不愁销入的 所以在那个时间的话 我们说一个企业 如果想有更快的发展 那你就生产更多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说 当你生产出来之后 然后的话 我们是宣布局门 肯定会把它销出去的 因为那个时候 只要你生产出来 国家会通过这种计划 给你派出去的 所以的话我们说 在那个阶段的话 我们是一个企业 他如果想追求更多的利润 那么很简单 你就通过更多的生产 更多的销售就可以了 所以的话我们说 这是在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 一个企业的 这样一个盈利的方式 那么通过挖掘 这个第一利润源 来去求的一个企业的发展 但是的话 有的人可能会想 那么如果说这个方法 如果说挖掘第一利润源 能够取得企业的 这样一个主要的利润的话 那么是不是企业 会一直去挖呢 那我们说实际上来讲 这是不可能的 当一个企业 我们说 它在通过第一利润源 取得一定的发展之后 这个时候 它的规模 可能就会进一步的扩大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象 我们说中国 假如说南方有一个企业 生产一个商品 北方也有一个企业 生产一个商品 当这两个企业 不断的去扩大 不断的通过销售部门的 一个努力来扩大 他们销售的区域和范围的话 那么总归会有一天 这两个企业他们的销售人员会在市场上相碰 所以相碰的那一天 就意味着竞争 接下来就要开始了 所以当竞争开始的时候 企业就开始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们今天凭什么打败竞争对手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说企业的利润源必须要开始发生转变 因为企业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 再不断的去提高 它的这样一个销售部门的销售额了 那么销售额的提升 当出现瓶颈的时候 当出现困难的时候 我们企业把目光转向成本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一个企业的利润 它等于它的这个销售额 在减掉它的成本 各种成本之后 而且这个成本当中的话 我们说很多企业 一开始都关注到的是什么呢 生产成本 是我们最值得去控制的这个部分 所以的话我们说 当南方的企业跟北方的企业 在市场相碰之后 这个时候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控制成本 所以的话我们说 怎么样去降低我生产部门的 这样一个生产成本 就成为了我们的第二利润源 那我们说为了追求最大的 更大的这样一个利润 我在销售额不能增长的情况之下 通过减少我的成本 其实也是可以涉及利润的增加的 所以生产部门的这样一个成本的降低 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第二利润源 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说 有人可能会说 哪一个企业在生产部门 通过生产部门降低成本 做得比较好呢 那我们说不只是一个企业的 日本的企业 那基本上来讲 他们在 这个二战结束之后 所取得的发展很大程度上 都要归功于他们 在第二利润源方面的 这样一个挖掘的程度 那我们说日本的 所制造的这个产品 那么 大家都可能会觉得 日本的产品就是很精致 这个也很实用 很耐用 而且很环保 那么等等这样的一些 这个评价 你都可以加到日本的产品身上 但是我们其实应该去想 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 这个战败之后啊 那么 那么中国当时作为一个战胜国 我们可能会是 花了很长的时间 再去搞这个国内 所谓的这种结极斗争 而日本当时的话 他抓住了这样一个机遇 抓住了当时的那样一个机遇 那么静下进来去搞 他的这样一个制造业 他当时的出发点就是这样的 我今天在战争上 在军事上输给了你们 但是我希望我们通过经济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自尊给找回来 所以日本人这样想 他们也这样去做 那日本人怎样去做呢 日本人他 认真地分析了他自己的这个强项和弱项 他清楚地认识到 美国当时出于世界上经济最强 最发达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美国的强项在哪里呢 美国人的强项 他们在创造 在研发 以及这个销售 而在中间制造这块的话 我们说美国人 他们并不 这个应该来讲 即使到今天 并不是美国人所擅长的 所以呢 日本人就盯住中间制造这一块 那么盯住中间制造这个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开始去做 经济的这一方面的这样一个生产 这块的话 应该来讲是以丰田公司的 这样一个丰田模式 那么最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 今天的话 我们说国内有一些企业 还开始去学丰田模式 或者经济生产 那么准时制生产 等等这样一些生产模式 其实当时的话 我们说丰田这样一个背景产生了 应该来讲 应该来讲 是在当时那么这个资源 当他们第一次认识到 资源其实是有限的 这样一种背景产生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丰田 他开始 他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我们怎么样 那个减少我们资源的消耗 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通过生产部门 去降低生产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成本 那么这个成本 包括你物料的成本 人工的成本 这个能源的成本 以及其他的这样一些 这个装包装啊等等 各种各样的这种成本 那我们说都需要去降低 所以的话我们说 其中降低最为显著的 就是生产部门 这个这块通过生产所 给予下来的这部分的成本 所以第二年来源的话呢 我们说应该来讲 是美国人挖的最好 这个日本人挖的最好 日本人通过挖掘第二年来源 那么使得他国内很多的企业 各方可以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那么日本人的话 终于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我们说他出了一本书 日本人出了一本什么书呢 这书名字叫日本人敢于书部 那么他当时的这样一个出发点 就是说向世界 向美国发出这样一个宣言 日本人通过我们专心的去 专严我们的这样一个生产技术 我们今天其实也可以向世界去出部了 我们并不依赖你们 我们也可以靠自己 靠自己能够求得这个发展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他就出了这样一本书 当美国人看到日本人出了这本书之后呀 美国人当时就看不懂了 美国仍然是今天世界上最强的 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日本人他凭什么可以出部呢 所以美国人就写了一本书 去回击日本人的这样一个做法 那么美国人写的书就叫 日本人何以书步 那当日本人看到美国出版的这本书之后 日本人的话 我们说他们又再一次的进行了反击 反击 那么日本人重新又写了一本书 书名字就叫 日本人就是敢于书步 那么再一次的认证了 他们通过他们自己 这样一个经济实力的增长 让他们能够更加挺直腰杆 全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的话我们说 日本人通过挖掘第二类人员 求到了很大的发展 带来了不光是一个起义的这样一个繁荣 也带来了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发展 所以日本也就迅速的成为了这个发达国家 好 那我们说日本的这样一些做法 值得我们去学习 所以的话我们说 我们国家的话 今年这个也把这个 过去我们一直喊的这样一个口号 做了一些调整 比如说过去我们一直在喊 我们要又快又好地去发展 那么今年的话 我们把调整成为又好又快 所以这样来讲 我们也认识到了 所有的这个又好又快 其实就是要走资源节约这样的一种经济 而不是一个初放行的这种规模经济 所以这是我们国家 其实也开始进入了这样一个节约型的社会 那么当一个生产的部门 它通过降低的成本 那么给其一带了第二利润源的时候 那我们不一定要想这样一个问题 其一的第二利润源 我们可以去挖 但是挖到 是不是可以无穷无精的去挖呢 那么你的生产成本 可能已经降了很低了 但是的话这个时候你仍然还想让它降很低 再降多少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空间已经非常小的情况之下 它已经没什么可挖的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时候 其一通过挖掘第二利润源 它总归会挖到一个阶段之后 它会到了一个天花板 这个时候 其一的第二利润源就没有了 那么其一通过在市场上的这样的一种价格战 打到最后的话 我们说让他们的这个制造这块的这样一个成本 降到不能降的时候 他们必然要将目光转向其他的地方 他们需要去考虑 我们还能不能再通过其他地方去 去进一步的去降低成本 来给其一带来新的利润点呢 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呢 就进入了第三利润源 那么也就是说 什么叫第三利润源呢 第三利润源是指 那么其一通过由物流部门降低成本而得到的利润 就叫第三利润源 物流部门 它能够给其一带来什么样的利润呢 那我们说很多企业可能会觉得 我们公司又不是一个物流公司 那么我们怎么样通过物流部门来降低我们的这样的利润呢 实际上来讲 那我们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一个公司今天不管你是不是做物流的 你肯定会涉及到物流 而且即使你公司设计不到物流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 你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涉及到物流的 那么物流究竟是什么呢 那我们说 对一个生产型的企业来讲 物流是指 当你从市场上开始买原材料 买设备 这个时候你的物流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你开始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采购方面的这样一个物流 当你把原材料设备买回来之后 你下面接下来开始生产 这个时候呢 你的原材料会变成这个半成品 以及成品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这个物流的话 它会在工厂里面沿着一定的这样一个路线去流动 所以这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生产企业内部的这个生产涡流 那么当你把这个产品生产好了之后 放到仓库里面 然后再发运出去 运到这个批发商 然后这个批发商运到这个零售商 已经最终到了这个消费者的手里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实际上它就是这个销售物流 而当一个消费者 它把这个东西买回去之后 它经过使用 最后的话呢 它又把它淘汰了 那么淘汰了 它这个时候呢 有的企业可能会采取这种回收物流 当然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了 并不是这个企业去收的 而是社会上那些第三方的 比如说这个费品收购的这样一些人 他们可能会去做这种回收物流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 我们说 我们以一个生产型的企业为例 在它的采购阶段 生产阶段 销售阶段 甚至包括这个回收阶段 都会涉及到物流 所以物流的话呢 我们说已经构成了企业 生产活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我们把目光再转向 这个流通型的企业 对于这种流通型的企业 有人可能会问 什么叫流通型的企业呢 那么流通型的企业 我在这里所指的 主要是指 一些以销售啊 贸易等等 为主要核心的义务的 这样一些企业 那比如说 一个大型的超市 那么一个超市的话呢 它 超市可能进入我们国家呀 这个年份并不是很长 至少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 那个时候超市还很少 那么今天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超市的 这样一种各国的形式了 那么超市是怎么产生的 那我们说应该来讲 这个超市 它跟过去的小麦布 有什么区别呢 超市的话 我们说应该来讲 它都是一种连锁性的 所以超市 它的这个最核心的 这样一个竞争力 来源于哪里呢 是来源于它能够通过连锁 可以把很多的店联合起来 去实行集中的采购 集中的仓储 集中的运输 所以这个是超市生存的 这样一个砝码 那么我们说 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超市 那么沃尔玛超市 那么沃尔玛超市的话 我们说 最开始的时候呢 也只是一个退伍军人 在美国农村开的 这样的一个小麦布 但是的话我们说 等它的小麦布 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 它又到凌春去 开了一个小麦布 后来发现 这两家小麦布 合到一起去进货 要比原来单独进货 可能可以进得更便宜一些 原因是 两个小麦布 合到一起的时候 那么进货的批量变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 可以跟供应商去讲 那么能够有一个 更低的这样一个 进货的价格 以及更加 这个成规模的 这样一个运输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它反而带来了 这样一个成本的节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说它就进一步的 去发展它的这样一个超市 于是在全国开了很多的 这样一个连锁的超市 所以的话我们说 超市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它的集中采购 和集中运输 那么以及集中仓储 所以超市 它把这些商品 集中采购回来之后呀 它通过集中运输 运输回来之后 它也不是放到 各个超市点的 它是要把它放到 有一个集中的中心仓库 放在这个中心仓库 然后由这个中心仓库呢 再按照各个超市点 消失的情况 给它配送过去 有人说这个配送过去 它凭什么去配送呢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一个 对我的经历 那么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推荐一周东西 到了这个超市门口来集账 那么这个收款员呢 可能会拿着你的东西 在那个条网上去扫一下 那么扫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说大家都觉得 那个机器叫炮子机 那个炮子机啊 我们说干什么用的呢 大家都觉得 那个是集账 算账用的 其实不只是算账 那我们说炮子机的话 我们除了算账之外 它同时向这个数据中心 或者叫信息中心 传递一个信息 它会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 比如说我现在在超市 买了一瓶水 那么我在这边集账的时候 那么它就条码一扫 一扫呀 它不光要算出 这瓶水多少钱出来 同时它要告诉 这个信息中心 这瓶水 那这个绿茶的这个水啊 那么对应的数据库里面 要做一个简易运算 也就是这个水 本来是90平了 现在变成89平了 好了 它要做这样的运算 那么数据中心 它立刻就知道 哪一个哪一个门店 它的水卖到一瓶了 所以所以能够数据中心 它就关注各个超市店 各个各个门店呢 它的一个具体的销售情况 来决定什么时候 该给哪一个门店 去配送什么样的商品 因为各种各样的商品 它都会通过这个炮子机 在急账的时候 把这个信息反馈到 这个数据中心去 所以的话我们说 然后的话 它就根据这样一个数据 根据这样一个信息 来去给各个门店去配送 所以的话我们说 通过这样一种配送方式的话呢 那么它也是能够 按照各个门店 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品种 和数量去配送 当然也就能够 进一步的去节约成本 减少这种浪费 因为像过去的话 我们说很可能会 配送一堆过来 一堆某一种商品过来 但这种商品 可能销售的并不好 所以带来了库存的积压 而另外一种商品 可能已经出现断货 但是并没有配过来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 这些的话呢 都是我们过去 可能存在的情况 但是今天我们超市 通过连锁的经营 通过集中采购 集中运输 集中配送 那么可以进一步的 去降低我们这块的成本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那么不管是 对于这个生产型的企业来讲 生产型企业 他们今天也在考虑 怎么样能够 降低采购的这样一个成本 那么采购运输的成本 是需要考虑的 那么怎么样去 优化我企业的 这个生产当中 这样一个工艺的流程 来降低我企业 生产当中的 这样一个物流成本 怎么样能够减少 怎么样能够降低 我企业的产品 在从工厂的 这样一个成品库 到销售中心 以及到这个消费的手中 整个这样一个 过程当中的运输的费用 仓储的费用 来降低这个 销售物流当中的 这样一个成本 所以的话我们说 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生产型的企业 或者说流通型的企业 那么通过 通过物流部门 来降低物流成本 那么给其所带来的 这样一个第三利润源 所以的话我们说 我们回顾过去 其的话 在追求利润方面 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首先是从 销售部门不断去提高 他的这样一个销售额 扩大规模来取得利润 更多的利润 所以在那个阶段的话 那我们从我们的工事当中 我们说利润等于 销售额减掉成本的话 那么主要是从提高销售额 这个角度来去考虑的 而今天的话 我们说 企业在不断的挖掘第二利润源 然后又去挖掘第三利润源 那么这更多的是从 考虑降低成本 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所以的话 我们说 这是经济学家 给我们是总结出来的 企业赚钱的 这样一个方式的转变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说 我们有很多人 可能也会去考虑 进一步去创业 或者说进一步的 去发展自己的本公司 那么当然 我们就需要去考虑 我们公司今天 是在靠哪一个利润源 去生存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又将去进一步的 去挖掘哪一个地方的利润源 来求得 今后的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这是这个 经济学家 所带给我们的 这两个启示 那么我们 为什么要在这里 讲三个利润源呢 其实 其实啊 我们当中 可能有一些人 已经曾经 在一些报纸上 看了过说 关于 沃游是第三利润源 但是并不清楚 前面两个利润源 那么我们在这里 把这个讲出来 一方面是 方便大家能够今后 能够 这个学完这个课程 那比如说 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能够 能够谈得上 第三利润源 我不光知道第三利润源 还知道第二利润源 第一利润源 另外一个方面 其实也是给 这个 做经营的 或者说做这个创业的 这样的一些 学院的话 那么 一起自动启发 那么今后 我们的企业 应该是往哪个方向去走 好 这是关于这个 三个利润源的 好 那么我们实际上来讲 我们现在知道了 物流是我们的第三利润源 那么 物流的话 今天对于很多 很多企业来讲的话 都是非常 去关注的 那么实际上来讲 不光是企业去关注 很多时候 那我们说这个 个人我们都会去关注的 那么其实像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 我们的每一天的话 也是离不开这个物流的 那 比如说我们 这个 去这个商店 去买东西 那么我们 一次买多少呢 那如果说 这个买得少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 记得加根钱 就买一下就可以了 哪怕贵一点 因为毕竟要考虑到 你来去 需要花时间 可能也要花运费 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但是如果买得多 可能你会觉得 从大店买的 省下来的这个钱 那么它是可以 支付的去这个运费的 所以这些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 对于我们生活上来讲的话 其实 这个 也是用到这个物流的 有的人可能会去 有的人呢 可能在生活方面的话 也是非常有经验 那 我们可能 经常会去超市 那么上海的超市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想 上海的超市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三个 三个档次 那么 一个档次的话呢 是像加勒佛 沃尔玛这样一个GP的 这种超市的话呢 一般来讲 它都是这个 很大规模的 所以凡是到这种 大超市去买东西的人 基本上来讲 看中的 看中的呀 就是它的这样一个便宜 所以的话 如果要去 一次就会买很多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 当有人在加勒佛 沃尔玛自动超市 去买东西的时候 大家都是推着 小车在里面买的 那么 比这种规模 小一些的话 比如说像 什么华联啊 莲华啊 农工商啊 等等这样一个级别的 这样一个级别的 自动超市的话呢 规模一般的 是不是很大 所以 大家去自动超市 买东西的话 往往是 可能会看中一些便利 当然也会看中 它的这样一个便宜 所以大家在 自动超市里面 买东西 一般来讲 都是怎么样 拎着篮子 在那边买 那么 还有更小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好多 这种便利店 那么这种快客 这种便利店呢 这种便利店的话 我们说 大家都是 一般来讲 都是买很少的东西的时候 或者说 紧急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在这边买 那么一般来讲 去买东西的时候 大家 这个不会拎拦着 更不会去推车 一般来讲 都是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拿了 就需要什么东西 拿了就走了 所以比如说 就去买一瓶水 可能就走了 不会考虑 在那边买很多的 所以如果说 有人在好的便利店 便利车站那边买东西 那你肯定会觉得 这家有毛病 那因为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说 既然 明明知道 这个好的便利店 卖得比农工商要贵 农工商卖得比加勒比要贵 那么为什么 还有人会在这个农工商 在这种好的便利店 去买东西呢 大家肯定会考虑一个问题 当我在好的便利店 买东西的时候 便利店 便利店 我不光买的是一个商品 同时我还买了一份便利 那就是我不需要运输费用 我也不需要花时间 去到那个地方去买 所以的话 我们说 因为便利店很多 便利都是 所以的话 我们说 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也是在 天地用的物流的 那有人说 这个物流 难道这里的物流 指的仅仅是运输吗 其实也不是这样 那我们说 也不止仅仅是运输这一块 那当你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你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今天我买多少回去 我不能因为加勒比 这东西便宜 那我就买很多回去 你买的东西回来 你需要考虑到 那比如说 买的蔬菜 买的鸡蛋 买的这样 各种各样的 这种生活用品 你要考虑到 拿回来吃 放在哪里 那我们说 有人可能会觉得 放到这个冰箱里 好了 那我可以问你 你家的冰箱有多大 那实际上来讲 冰箱有多大 就相当于 你的工厂的仓库有多大 你所采购回来 这个物质 放到仓库里面 仓库要放得下 所以的话 你即使到 加勒比这种超市去买东西 你也不可能买得太多 所以 所以的话 我们说 你需要在这个 仓库的这样一个 容积和你采购批量之间 去求的一个平衡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生活当中的物流 跟其他物流 其实都是相关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这样去讲 即使你 即使你不从事物流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行业 但是的话呢 学习一些物流的这样一些知识的话 对于大家来讲 都是会有帮助的 那我们 在我过去的学院当中的话 那么我在做这个 物流方面的这种培训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学员 那么 曾经有一个学员呢 告诉我 他其实并没有做 这个物流方面的这样一个工作 他只是一个饭店的厨师 他也跑过来学物流 那我就问他了 为什么你做厨师 做得好 还都跑过来学物流呢 他说啊 我现在 现在我的拿走的是炒菜 我的菜炒得很好 但是的话 我下面想自己开店 他说 当我自己想开店的时候 那我可能会有很多新的问题 比如说 我至少要管好 那么 我的这个买菜 买菜这一块 那么 所以这样来讲 就是说 对于想开一个饭店来讲 怎么样去控制 买菜有这块的成本 其实也很关键 所以 这个呢 就要求 怎么样去做呢 那比如说 你要知道 一天要买多少菜 跟随去买 那么怎么样把这个菜 买了运回来 这些的话 都是要考虑的 你可能会觉得 那我多买一些菜 可能会买的便宜一些 但是买回来的话 可能菜会烂掉 那么 如果说少买一点的话 你可能会要多买 要多买几趟 这个当中运输费用 又会上去 然后呢 如果说买的多的话 回来可能你还要花 用一个很大的房间 去存放这些菜 所以的话 我们说这些都会增加 你的仓储 这样一个费用 所以我们说 你可能同样 也需要在这个当中 去做一个平衡 当然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饭店 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处划 比如说 让那个卖菜的生活上门 但是的话 我们说 人家生活上门 只不过是由他来 去承担这个运输了 所以相应的费用的话 也会加过去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说 这个生活当中的 这样一些 这个物流的话 也是不少的 好 这是我们 在这里 我们说通过三个 这样一个利润员的 这样一个回顾 跟大家讲 就是说 不光是企业 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 哪怕你做的 跟这个物流行业 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实际上来讲 物流对于你生活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物流 那么今天的 这样一个重要性 那我们在 探完这个重要性之后 我们再跟大家 一起来回顾一下 关于物流的起源 和物流的一个发展 有人可能会觉得 我们国家真正 把物流这个词 引进来 是什么时候呢 物流这个词 刚到我们国家的话 基本上来讲 应该是在 这个 最早的话 应该来讲 是在这个 上个世纪的 这个八十年代末期 那么真正的 流传的比较广的话 应该是在上个世纪 这个九十年代 中期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能会听到 比较多一些 关于物流的这样一个词 今天呢 我们可能对物流 已经很熟悉了 但是的话 我们说 我们 我们国家的物流 其实并不是在 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 才开始的 我们在很早很早的时候 就有了这个物流 只不过当时的话 我们说 那个物流 这个词没有出现 其实我们物流的 这样一种活动 已经出现了 那就是我们在 早期的时候的 那个标局 在过去啊 我们说 运输的话 相对来讲是 没有我们今天的发达 但是我们说 这个 标局的话 可以看成是 这个物流公司的 一个早期的 这样一个雏形 那么 当时的话 我们说 会有这种标识来负责 这个标局的 押运的 这样一些任务 那么那个标识的话呢 其实也就相当于 我们今天的一个 物流管理的 这样一些干部 物流管理的 这样一些软源 所以我们可以把 早期的这样的 这种标局 都看成是今天 第三方物流公司的 这样一个雏形 那么物流的 物流真正的发展呢 其实并不是在 工业农业 物流真正的发展 其实是从军事上开始的 那么 我们可以在这里 可以拿美国 拿美国为例来去讲 美国的话呢 我们说 在这个近些年的话 我们所发动的战争当中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在朝鲜战争当中啊 已经向他们展示了 他们强大的 这样的一个 物流的这样一个能力 比如说 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这个战争当中啊 需要及时的去 进行这个 后勤的这种供给 比如说 你需要去运送 枪支弹药 也需要运送 这个士兵所吃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粮食 那么 以及他们所穿的 这些衣服等等 这样一些这种军用物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物流这个军队当中 它其实起到了 一个很大的作用 那么我们要 能够做了什么呢 假如说 你能够做的这样 那我认为 你的物流会做得很好 比如说 你现在需要去 打一个山头 那么你自然需要 需要去考虑 我应该带多少炮弹 派多少轮廓去打 那么如果说 你的炮弹 带多了 那么很可能怎么样 你是把这个炮弹 运来运去的 你会带来很多的 这样的费用的增加 而且也可以这样去讲 如果你的炮弹没有打完 别的一个炮弹打过来 很可能 引起你这些炮弹的 这样一个质量 很可能会带来 更大的这样一个杀伤力 所以炮弹不能变多 但是如果炮弹 更少了呢 那么很可能是 它的结果是什么 山头可能还没打下来 那么你的炮弹 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们说 你需要精确地去计算 正好打完 最后一发炮弹的时候 山头攻下来了 那么这个是最好的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说 这个呢就是说 这个关于这个 后勤共决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在战争当中的话 我们说各种各样的 这种军区的物资 它都需要能够 按照所需要的量 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地点去 这个呢其实就是 有了我们这样一个 物流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的话 美军在朝鲜战争当中 他们已经把物流 这样一些东西 已经发挥到了 很高的一个水平 而到了在 伊拉克战争当中的话 我们说 这个它的这一方面的水平 要有进一步的提升 伊拉克战争当中的话 美国人所展示的 是一个在信息化背景之下 的这种物流 那么他们能够精确的 去打进一个地方 也能够精确的 按照所需要的量 把这个军需的 这样一些物质 送到所需要的 这样一个地点 所以的话我们说 物流真正的一个发展 其实是起源于 这个军事方面的 那么过去我曾经 这个碰到有一家公司 他们的物流经历 其实就是从部队的 退伍军了 这个退伍军在部队里面 曾经就也就是去管 这种这个后勤方面的 这样一些这种工作的 那么他到了这家公司之后 那么他就帮助这个公司 去做物流 那么做得的确也是很好 所以的话我们说 公司其实今天在用人的时候 也并不会因为你 这个说这个 可能是执行中学生 在部队里当了几年兵 那么可能就 就不 就会这个看低你 也并不会因为你说 是一个大学的备医生 那么就会 就会给你更高的 这样一个工资 更多的还是考虑到你 能不能给公司 带来更多的一些效益 所以的话我们说 这个配伍军人 他在这个公司里面 让这个物流经历 其实做的也是很好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物流 大致的这样一个起源 那么我们谈到了 这个物流的起源 现在我们需要来 跟大家一起来 明确一个概念 那就是说 什么是物流 其实谈物流 谈物流 那么我们把物流 这个词 其实可以 拆成两个字来去理解 物流物流 其实就是物体 某一个物体 或者一个物品在流动 那可以这样去讲 那么我们需要 首先明确的是 物流当中的这个物 究竟是指什么呢 那我们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 跟大家来看 一切可以 一切可以进行 物流上面的这种 物质方面的这种移动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 是这个物流当中的这个物 那么具体来讲 它可以是包括物质 物料 物货 商品 物品等等 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 物流当中的物 因为它们都是可以 可以进行这种移动的 那么当然今天 我们说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一个信息的时代了 那么是不是 在信息时代 在电子商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我们对于物流的 依赖程度要减少的 比如说 有的人可能会这样想 你不是说到商店去买东西 你需要考虑 把这个东西运回来 这种运费吗 那么现在 我是通过网上买的 是不是就不需要运输了呢 那我们说 你可以在家里 通过单单网去 在网上去买书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 其实啊 那个书也是要通过 这种物流 才能送到你家里来的 因为书本身 它并不会直接跑过来 如果说你要真的 要想 要想完全不用物流的话 那你只能在网上 买一个电子的书 所以的话 我们说 这个其实今天 也可以这样去讲 电子商务是得到了发展 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 其实也依赖于物流的 只要你物流做的好了 才会有更多的人 愿意到网上去购物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说 他会觉得 物流做的好了 那么相对 相对于来讲 就是说 让这个消费者 他更加能够 满意所买到的 这样一个商品 比如说 生物 更加及时了 包装比过去 做得更好了 那么没有破损了 等等 这样一些 它都是导致 那么更多的去 去采用 电子购物的 这样一种原油 那么 但是的话 我们说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去 换个角度来去讲 我们说 物流的话 其实也是电子商务 发展的一个瓶颈 我们千万不能认为 说电子商务的发展 其实是依赖于 进行机和网络的发展 其实物流的话 只有物流发展好了 那么电子商务才可以 得到进一步的去发展 所以物流的话 我们说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个 支撑性的服务行业 好 我们明白了 这边的这个物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 物流究竟是什么呢 物流的话 它是指这个物品 这个物品是什么 可以是上面的 可以是这边的 这个物质 这个物料 货物 商品等等 那么这个物品的话 它从供应地 像集收地的 这样一个实体 流动的一个过程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物流 那么实际上来讲 我们也会根据 实际的需要将 运输 储存 装系 搬运 包装 流通 加工 配送 信息处理 等等这样一些 基本的功能 来实施一个 有机的集合 这样一个集合的话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物流 所以从这个概念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物流其实并不仅仅 是只有一个 运输 它在这个当中的话 也会包括 仓所 装系 搬运 包装 流通 加工 等等这样一些内容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 跟大家一个一个的 稍微简单的来谈一谈 那运输的话呢 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也就是去谈运输 那么运输是什么呢 运输主要是完成 这个当中的物品 从供应地 向机收地当中的 这样一个移动 但是在移动的同时 我们说可能也会 收集到存储 那比如说 我现在需要把 一些商品从上海 那么运到美国去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就要运输了 但是你必须承认 我的商品 是从上海运到 美国的过程当中 可能要先 先是先用卡车去运 然后到了这个 上海的码头 那么要说去转船 要通过船去运 然后从上海港装船之后 再运到美国 比如说到西雅图港 那么西雅图港 那么上海之后 再通过铁路 可能会转 转运到美国的内地去 好的 那么其实在上海港这边 由这种卡车转船运 以及到了美国西雅图港 由船运 转铁路运输的 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衔机的这个点 这个地方 都会涉及到储存 原因是 不可能你一卡车 装过去 船立刻就开走 你一卡车装过去的 这个货 可能会在码头 会在港口 存放一段时间之后 再去装船的 所以这个当中 必然会涉及到存储 还有即使你运回来的这个货 比如说运到美国之后 它也并不会立刻就拿去销售 它可能也需要进行仓储 然后再根据各个销售点的情况 再去配上了各个销售点 所以实际上来讲 在这个仓储中心当中 会进行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储存 那么我们在物流的过程当中 也会涉及到装卸 当你从卡车这种运输方式 转到船运的时候 你必然会需要有一个 从卡车上卸下 以及然后再把它装到船上去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边的话 必然会涉及到装卸 那么在装卸的 这两头装卸 这装与卸之间的话 也会涉及到搬运 那么对于物品的运输过程当中 那我们可能也会需要 对它进行包装 那么当然有人可能会觉得 包装怎么样 会是物流当中的内容 包装不是为了销售的吗 实际上来讲 我们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包装 基本上来讲 是出于两个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的话 包装是为了弄得好看一些 这样的话 在市场上销售的时候 要好一些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说其实也是保护商品 在运输过程当中 不至于损害 所以我们需要对它来进行包装 所以包装它本身 其实是有两层意思的 那么或者说 有两个目的的 好 那么我们除了这包装之外 我们还有流通加工 还有流通加工 那么流通加工什么意思呢 流通加工的话 我们说流通加工是指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么我们从美国进口来 进口了一些这种 比如说机电产品 那么进口回来的时候 这些机电产品 它都是采用的这种英文的说明书 英文说明书 现在如果说在中国销售的话 我们最好把它还是更换成 中文的这个说明书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有人去把里面的 英文说明书拿出来 把中文的说明书放到里面去 那么谁去做这样的工作呢 那我们说一般来讲 过去可能会是这个销售的工资 那么谁 比如说我 我从美国进了货 那么当然是我去做这样的工作 但是的话 我会觉得 这样的工作对于我来讲 可能并不是那么方便的 所以的话呢 我可能会把这工作 包给那个外类公司去做 所以我会跟我外类公司去讲 所以你下次把货运回来的时候 干脆你就直接给我把说明书换了 那中文的说明书这一把 我丢给你 到时候你给我把它都换了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钱的话 我会加给你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物理公司 他除了管运输仓储之外 他也会去做这种流通加工 好 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流通加工 当然流通加工还有别的形式 比如说大包装 放在小包装 贴标签 贴条英码 打价格 等等这样一些工作 都可以把称之为是流通加工 那么流通加工之后 我们说还有像配送 也是物理当中的一种活动 那么什么叫配送 刚才可能大家 从我在讲超市的这个例子当中 也能够知道 那么超市的话 他把采购回来的这个商品 集中放在他的中心仓库里面 然后由中心仓库 那么按照各个销售点的 这样一个需求 配送出去 这种活动呢 我们称之为就叫配送 所以配送配送 它本身也是两个含义 一个人是配 另外一个是送 配根据什么配呢 实际上来讲 就是根据这个 各个销售点所反馈回来 反馈到数据中心的 这样一个数据来去配 那么送就是说 按照这个各个点所需要的量 那么送过去 最后呢 我们说这边还有这个信息处理 在物理当中呢 我们也会谈到信息处理 原因是今天其实我们说 我们需要用一个很强大的 这样一个信息处理的 这样一个能力 来去将物理当中各个活动 连接起来 那么连接的越好 那我们认为物理当中 各个环节 衔接的越好 物理水平也就越高 所以我们说在这里 我们可以这样去讲 说物理它其实是指握屏 从供应地 向接收地的一个 实体流动的过程 而在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 会涉及到多种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这些活动 一个有机的组合 才是我们今天 物理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从这个概念当中 大家其实也已经看到了 运输其实是物理当中的 一个活动 好 我们这个 我们总共是三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每一次的话 我们是中间休息两次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就是先休息十分钟 我们下午跟他讲 我们下午会 我们下午在家 也得来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 感谢观看